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EDX大敦的年会要开始了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我们来欢迎台中TEDX大敦的发起人傅伯勋 勋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勋勋好 大雨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时间过得很快 去年在市政府 我觉得才带小孩去听 然后去拍照 怎么现在又来了 今年的年会听说是也非常的精彩 今年是以什么样的主轴为出发点 对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中 就是初中的中 初中的中 对 那它其实是 我们可以单一的来看这个主题 也可以一连串的来看这个主题 怎么说一连串呢 就是我们第一年的主题是 沾 沾望的沾 第二年是沉 第三年是中 它就是一种 沾是一种设立目标的概念 沾望未来 然后去找到未来的路 那沉就是我们设立目标之后 我们必须要之后要做的事情 我们可能要传承 我们要承接 我们要承担 等等之类的 那今年就是中 它是一种反思的概念 就是一种 一种从一思考 我们有没有持续的在走在这条路上面的一种 的一种主题 对 那如果我们单一的来看这个主题 它其实也是 它其实就是一种 一样也就是反思啦 反思就初衷的中 重新的去问一下你的内心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那你有没有走在这条路上面 你有没有走偏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的进行的过程 对 就是重新的不断的反思 然后不断的设立新的目标 然后再持续的反思 我们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 过一段时间就重新的思考一下 或者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可以想一下 想一下 说现在的我是不是OK 现在怎么样 不要一直冲嘛 稍微休息一下 回想一下 所以这是今年的主题 对 这是今年的主题 所以我们今年办在什么时候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在哪里 对 我们今年是办在 就是台中软体园区的大理 大理art艺术广场 对 那他其实这次会离我们前两次都不太一样 我们把他拉到大理去 是因为觉得台中 其实现在的幅员还蛮大的 台中是这个整个合并之后 哇 整个是非常的 跟以前海线啊 还有个山啊 哇 什么等等 很大了 对 那其实有很多地方 他其实都很欣欣向荣 像雾峰啊跟大理啊 那这几年都有非常多的 很有趣的事情来发生 那比如说台中软体园区 它就是一个未来很好的一个场域 我们在那里 我们用它的国际会议厅 那里是有用杜比音效的哦 对 所以我们今年享受到音效 应该是比去年都还要更好 而且他今年不是用投影片 今年我们是大型的萤幕 所以讲者不会挡到投影片 我们也不用考虑说 会不会被挡到 更震撼了 对 更震撼了 效果更好 对 所以在那里看 应该是可以预测 是非常的震撼跟震惊 尤其是我们今年的表演者 是赵敦毅先生 对 他是表演舞力方 大家有时候两年前 他比较常在台中表演的时候 在经过情媒成品附近 都可以看到他 拿着一个立方体在那里表演 对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的演出 对 很棒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也 播过他的Talk 曾善美的单元 我觉得其实很感动他的故事 很多人都说 好像对自己未来 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对小孩的未来也是这样 家长更是这样 你都不知道你未来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小孩怎么样呢 就支持他嘛 对 那我觉得听他的故事是很棒 你看今年很多这样的一个讲者 所以我们是办在什么时候 我们办在6月16号 6月16号的下午 6月16号是礼拜六 对 6月16号礼拜六 666 对 666 没有刻意选的 刚好 礼拜六下午 下午几点到几点 下午的一点到六点 一点到六点 对 一整个下午 然后有九位讲者 我觉得就我上去听这个TEDX大敦在市政府的演出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 因为大家平常在YouTube上面会看到很多TED的演讲 TEDX的演讲 可能都是一些节录的 谁谁谁啊 节录下来几分钟 18分钟 大概是这样的演讲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在现场 因为很多人他是到国外去 特别要去参加比如说巴西的年会 美国洛杉矶年会等等 那个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对 那是不可思议的一个钱 我跟你讲 对 就现在我们台湾 甚至我们台中 现在也开始在办这样的一个年会了 对 所以你究竟能够听到很多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或者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 或者他们心里有什么故事 你不知道 你都可以一起来跟这些讲者一起感动 一起感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15年的时候 我们在15年的时候 会想要办这样的东西 就是因为觉得说 其实中部地区 我们也需要一个这样有创意 有创造力的舞台 当然需要啊 对 然后可以让我们台中很多很棒的一些 理念跟元素站上舞台 那才不会说我们每次都羡慕着说 那个国外啊台北啊 都有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是想说 好 那我们把这样的舞台建立起来 让它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为什么说是正向的循环 我常会跟别人讲 我们在做演讲 其实它有点像是在播种 我们在听众的心里 就是种下一颗种子 它可能是跟社会议题有关 比如说环保 那有可能是跟表演艺术有关 那等到适当的时机 适当的环境 这颗种子会发芽 当他茁壮的时候 我们就会希望能够再邀请他回来 就是切诈大尊分享 站上舞台 那也就是说你今天被人家感动 改天你感动别人 那这样的循环就会是正向的 这就是我们持续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而且为什么一定要18分钟呢 18分钟 这是Ted的规定 那我们其实也蛮觉得说 他的设计其实很棒 我想讲20分钟 我想讲25分钟 他是经过统计的 统计的 统计的 其实大家能够focus在一件事情的 时间没有那么长 那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一些统计 不是说现代人的专注力 就是比一只鲸鱼还要差 越来越短了 越来越短了 所以其实你18分钟 你要静下来听进去一个东西 其实已经有困难了 那其实这也是讲者的功课 讲者他要把他的人生的精华 收敛成18分钟 他要把理念收纳成18分钟 这件事情他就会 会在传递过程中更为精彩 你会发现说 所有的 所有的 他说的话跟所有的内容 都是经过他的细心 仔细的思考的 所以对讲者来说 也是很考验 很多讲者都被我就是 一直追着 讲稿 到底有没有准备 因为18分钟你要准备 要把自己的经验 把自己的感动 跟大家分享 对 你若不准备 可能天马行空 乱七八糟就超出了 就超出了 时间到你都还没有讲完 对 对 不过18分钟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蛮 蛮 蛮 实在 也不是实在 就是蛮 蛮精彩的一段时间 对吧 所以你看 我们这是 每个讲者 每个讲者 各有18分钟 所以你在上一个讲者 我们来听这个 TEDX大敦的年会 他的进行方式 我相信我要讲给很多 没来听过的 对 那方式可能就是说 你来了 然后我们这个讲者 讲了18分钟 这是一个故事 对 那如果18分钟 那再来我就要怎么办 没办法恢复精神了吗 没有 那下一段故事 他有他的故事 对 又换成一个新的 那又一个新的18分钟 对 而且我们还会有穿插 你看像这次 我们请赵敦毅来表演 对 我们其实 我们刻意的 也是TEDX的精神 就是我们的 九位讲者 每位18分钟 他都是不同主题的 那我们其实也知道 不是所有的人 对所有的主题 都感到兴趣 所以九位当中 可能只有部分 比如说五位 或是三位 甚至更少一位 能够影响到你 或是感染到你 但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 所以 他进行方式是这样 九位讲者分成三段 所以第一段 就会有三位讲者 那第一位讲完之后 第二位再第三位 所以你每次听完 一段故事之后 下一段又是崭新的 不同领域 不同思维的 那你可以再重新的 被refresh一次 那这三位讲完之后 就一段结束了 就可以进入休息 就大家可以去 稍微的放松一下 然后稍微的 去想一下 刚刚到底讲过什么东西 然后整理一下记录 等等之类 再下一段 那我们在九位之中 我们也会放两片 是我们选出来的 很棒的TED的一个演讲 对 所以其实在现场的话 就会听到九位是现场的 那两位是 就是他之前讲过 然后我们把他选出来 放在这次的年会里面 而且像TED也不是每个人要办这个年会 说那我就找人来演讲 这有什么难的 不是这不行的 你用TED这个名字 听说也是不行的 对我们要跟美国申请 那每次举办都要申请 那举办完之后 我也要把我举办完的记录 就是回交给他 那其实他比我们想象中的严格 他不是说 找人来演讲这件事情 对 他不是找人来演讲而已 然后他在申请的时候 也不是手续上的 我办一办 他就OK了 他其实他很多是看你的理念跟精神 到底有没有去catch到TED要的东西 所以我会说 TED跟我们说的系列演讲 跟一般的演讲不太一样的是 他是非常重在理念的 等于说他是一个理念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在跟讲者沟通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他讲说 你上来不是讲故事的 你不是讲你的人生故事 你是来讲理念 我们是理念的平台 所以你要从你的故事当中 去经验出到底是什么 支持你走到现在的 所以这次的讲者呢 我们是不是请博勋也介绍一下 是我们这次的讲者也非常精彩 那如果 如果就是大家有稍微关注的话 我们的这些资料都已经在网络上面了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赵敦毅 赵敦毅 他除了是表演者之外 他也是今年的讲者 那我相信他的故事是蛮精彩的 那我们就不多说 不然到时候都把他讲光了 自己来听 对自己来听 然后赵敦毅先生 然后还有冯一刚 冯一刚 冯一刚 冯一刚老师 那他就是在 在我们台湾的表演艺术界 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大师 林国基老师 林国基老师 他是知名的时尚服装设计师 那其实这几位 我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自己收获是最多的 因为我有更多时间跟他们相处 然后跟他们聊 他们要讲的内容等等的 那我自己是收获最大的 然后也很谢谢这几位老师 就是都愿意来 对那 什么叫愿意来 我真的先讲一下 因为有些人受到Ted的邀请 不见得他愿意 对对对 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这个限制很多 所以当你在发出邀请函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 还是说像这次的讲者 他们这个你要去协调 有没有什么火花没有 有蛮多讲者是 他可能可能是理念上的关系 他不一定会接受我们的邀约 那有些是他本来就没有在演讲的 那这我们也要去跟他讲说 其实你的东西很棒啊 你应该有机会的话 跟大家来聊聊你在做的东西 那像我们刚提到的就是赵敦毅 他就是之前比较常被看到 就是他的演出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想办法跟他讲说 不然这次就是来演讲 用说的方式来演绎你的故事 不是用表演的方式 当然他都有啦都有 对那对所以有些是没有在演讲 有些是理念上的关系 他就没有接受我们的邀约 所以像这个冯毅刚 你看他这个在相声啊 表演艺术这么的专精 所以你在邀请他的时候 我相信这里是他第一次吧 他是他第一次上TELES 但他有上过一席 大陆的一席 对那 毕竟不一样啦 毕竟不一样 那是他的第一次 所以我在跟他聊他内容的时候 他还说 怎么这个演讲这么麻烦啊 我就说没办法 我这个就是 你是当初跟他提什么 他觉得麻烦 因为我会请他准备很多东西 然后我也去台北 跟他见过两次面 然后去听他的内容 然后就他内容上面 去给一些想法 对那 我觉得你这个角色很难做 因为你要去沟通这些 这些人 那这些人他又会有 他自己的想法 对 这时候你会觉得 他是冯毅刚 他是邻国基 他是谁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听他的还是 不行我还是要坚持我的 对 我会站在 我主要站在两种角色 一种是我沟通的时候 我要站在侧展人的角色 我要为这个展览负责 所以我还是会中立的 去听他们的内容 那怎么听呢 那就是用我的另外一个角色去听 我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 听众的角色 他在讲的时候 我会听说 如果我对这个领域不太了解 那我能够获得什么收获 这个内容对我有什么帮助 我能够去听到什么东西 是支持我未来可以 就是照这条 照这个方式 照这条路去走的 那我听完之后 我都会问江泽说 所以你要讲的内容 你要传递的内容 是指这 比如说这句话吗 那江泽就会跟我说 是或不是 那如果是的话代表说 他妥善的传递的理念 我也接收到 如果不是的话 就代表说 当中有某个环节 可能是 落差了 有落差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再调整 所以就是有点 折善固执 但对于很多老师来说 他是很少会被 我接受一个演讲 我不是现场去就好了吗 你还管我 你还管我要讲什么 我现在讲的重点 不是你要的重点 你怎么搞的 那哈不去 这就是我们会被拒绝的原因 对 这就是我们会被拒绝的原因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当讲者跟策展人 你如果把TEDX的演讲 当作是一个展览的话 把每一个人的工作 把每一个人的人生故事 他的 他的这些创作理念 都变成是一个故事 都是一个展览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原来你要策展 要雕琢这么多东西 对 那我们其实像是一个 大舞台的角色 一个辅助的角色 我都有时候会跟讲者讲说 其实我们 我们不会把所有的责任 都交给你 不是说这场演讲好坏 的好坏 都是在你讲者身上 其实我们是要帮助你 把内容呈现的 所以不只是在硬体上面的 比如说冷气凉不凉啊 灯光亮不亮啊 等等之类的 其实更多的是你的内容 在生产产出的过程中 我们是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的 当然我们回来 继续来聊一聊 跟这些这次的讲者 接触有哪些故事 好不好 对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的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我们的乐火加油站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TEDX大敦在2018年的联会 将在6月16号礼拜六 在台中大理的软体园区来举办 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来听听我们今年的盛会 今年的主题叫中 初中的这个中 对不对 我们要怎么样去买票 这要先讲 我们要怎么买票呢 就是可以上网搜寻TEDX大敦 或是到Facebook搜寻TEDX大敦 我们所有的资讯都会放在上面 会跟这个比如说什么 什么售票系统那个一样 我们的售票系统是用活动通 活动通 对活动通 就办成说演讲那个活动通 对对对对 就大家可以直接到那个系统上面 然后购票 然后他的 我们的演讲都是有费用的 那大家就可以去用 透过线上的信用卡 或是到便利商店缴费都可以 都可以这非常的方便 对 我一直觉得在台湾 我们像博勋这样的策展人 是有点傻劲 因为他不仅是要去给人家骂 因为你要协调这东西很麻烦 会被质疑 质疑啊 那你办这个对不对 我讲什么都不能讲 你会不会想要放弃 不然不然这样不然 你很麻烦 有大语代你来讲 大语代你来讲 大语代你不要讲 你不要讲 我找别人 不会啦不会 其实 就很有耐性的耶 对 因为我觉得 这个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那 其实我们也是非营利的 我们不是靠这个来赚钱 而且对 讲到非营利 你还得去募款 对 我们还要去找赞助 这样 我们赞助每年都很辛苦 就是都找不到钱 那 我前年 去年跟前年 我就自掏腰包来办 那大概花了十几万这样 对那 就专心做这件事情 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放弃 持续的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这件事情有意义 那我有时候回想起来 就是2015年 如果那时候 我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到现在台中 依然没有这样的一个舞台 那我觉得这样会很可惜 那我们永远都羡慕着别人 其实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可以创造舞台 我们可以自己搭建舞台 那也就是我刚刚说的 善的循环 必须要有人坚持 他才会继续下去 短时间看不到 但是不做 我永远看不到 对啊 你看有博勋 这样的一个策展人 这么傻又这么天真 把这么棒的主题 呈现给大家 我觉得合访 大家就趁着 6月16号礼拜六 下午来听听看 说不定你会很有感受的 像去年 我也带着小朋友去听 当然不见得说 他每一个人 每一场的内容 他听得懂 但是就像博勋讲的 你只要有一场里面的 30秒钟的一句话 对 他听到了 对 他听到了 对 然后他在N年以后 想起来他参加 TEDX大敦的活动 然后影响到了他 对 那我觉得那够了 对对对 所以我才会说 真的真的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才会说 我们像在播种一样 因为他发芽的时刻不一定 但为什么 就回应到我刚刚说 为什么我们会想要 持续做下去 我们总有某个时机点 会想起曾经听过某句话 对 可能是在影片中 可能是某个人亲身 就是跟我讲的 那我最常想起 比如说 我会想起金凯瑞的演讲 我也想起贾博士的演讲 那他都是支持 我在某个 可能脆弱或困难的阶段 可以持续的 去坚持下去的 所以我觉得演讲 其实他可以像放烟火 但他也可以像是 一把野火可以燎原一样 就是我今天如果这个演讲 他是没有感动任何人的 那他就是放烟火 精彩的成分 在我讲完的那一刹那就过去了 但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句话 传递到别人的心里 他就像是一把野火一样 可以燎原 我今天影响了他 他可能再去影响别人 有一天他可能就是成为一个 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士 成功人士 他不一定会回来讲 但他的那个理念 是带着到处跟全世界人讲的 所以这次是一种 把爱传出去的概念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我们跟各个讲者接触 你要不要先稍微介绍一下 今年的讲者 我们今年的讲者 除了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林国基老师 宏毅刚老师跟赵正义 对那其他的 我们也有在地的讲者 我们在地的讲者就是 树德企业的 吴宜瑞总经理 然后还有何静瑶 何静瑶作家 然后还有曾泉玉 他是一位选手的训练师 跟辅导师 就是中华奥运 李寒手 对是蛮厉害的 那也有 我们也有请到 就是在高雄医学大学的 心理学系的助理教授 蔡宇泽先生 对 然后还有杜坤瑩 杜坤瑩是做 他蛮有意思 我可以多聊一下杜坤瑩在做的事情 因为他的事情不一定 大家常常接触 他做的是生态 生态 生态哦 对 那什么是生态呢 他的公司叫柏威鸟控 柏威鸟控 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 比如说你的大楼上面会有鸽子栖息 这很多啊 对对对 这鸽子跑来下蛋的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们的建筑物 燕子啊 对燕子啊 或者是鸽子啊 或者是我们的建筑物都会有这些鸟类 会跑来 那所以我跟他在 我跟他在对他的内容的时候 他就有聊到说 有一件事很有趣 我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 哦好新鲜哦 他说 其实让动物啊 会害怕人类 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 呃就是 呃环保 环境保育 让动物害怕人类 也可以算是一种 呃动物的保育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人类生活的地方啊 他不一定适合动物去居住 可是他 他不知道 他就自己跑来 比如说大楼 他就跑在这里了 然后他很有可能会 呃遭遇到 比如说被人类的捕捉啊 还有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应该要设计出一个环境 让他 让他 不觉得这里不适合生活 让他自己离开到他适合的地方去 所以呃 他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不是用捕杀的方式 不是把他打下来 或不是毒他 而是想办法的去做一些 呃网织啊 或是做一些 呃 不会伤害到他的 物理性的 比如说一些针 但他不是真的会伤到他 是让他觉得说 哦这里我停不下来 他是有点像动物 呃有点像植物的针 植物会长出那种 那种针 那他 诶我没有办法停下 我没有办法停下 我就不可能在这里煮草 我就不可能在大楼上面煮草 我就会自动离开 然后到他 真正适合他的地方去 去煮草 所以他其实服务的有 大楼啊 工厂啊 其实他们都会遇到说 有一些鸟类 会跑来煮草的问题 那他就用动物行为 他是学相关的 科系的 他用动物行为的方式来 判断他 哎为什么他要来 说不定他觉得这里很舒服 我想办法他不舒服吗 不舒服他就不会来 那他就可以 呃有效的隔绝 而不是说 呃 治标不治本 就是我偷药啊 再去驱赶啊 再去捕捉 对 那他不要来 根本上他就不会来 这样 哦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想法很特别 对 那他也有聊到说 其实我们台湾非常不重视 生态 生态的产业 他说呃 呃国外 常常在外来种的处理上 常常在一些动物的呃 议题上面呃 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那台湾永远就是把他觉得是 专家学者在做的事情 嗯 其实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去正视的 不然我们的外来种只会越来越多 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呃 被这些呃呃呃 动物所带来一些问题所侵扰 因为我们不重视他 他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觉得不在乎嘛 对不在乎 像这个什么扳腿树啊的问题啊 对对对之类的 那他说国外都是 国外是已经呃 非常在乎他到他形成一个产业 可以去解决他 但台湾没有 我们永远就是想说 哎我们想办法就是交给学者去做好了 交给什么 但少数人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今年年会里面呢 来听到这些资讯 对对 那呃 何静瑶何静瑶先生也是很有趣的 何静瑶他是作家 但他他做的作品都跟台湾在地的一些奇幻故事相关 对那跟他接触的时候就会很有趣 我们会常听到一些台湾的一些 呃 那我会请他来 其实是我觉得今年主题非常适合他 因为初中啊我们在 我们在呃 呃 反思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就会想到说 为什么我们老是在讲到一些呃 奇幻的一些文化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到国外的 比如说吸血鬼啊 中楼怪人啊 之类的 或是想到日本的呃一些 真子 真子啊 那我觉得泰国鬼就很可怕 对对对对对 那台湾的呢 台湾的好像就不见了 在这样的文化冲击当中 我们好像没有自己的鬼怪了 对啊 那那 你不是说对耶 对那我为什么觉得鬼怪重要 其实鬼怪 他他的形象是鬼怪 但是我们想一下 为什么会有鬼怪的产生 是因为人类在科技不发达的过程中 我们对于一些自然环境 比如说天灾人祸的一些解释 透过鬼怪 比较没有办法解释的形象 去来解释这件事 比如说森林有什么样的声音 哦 他是什么 嗯 比如说呃 我们都有听过鬼火嘛 那鬼火是为什么产生的等等的 他是更符合我们台湾人的生活的一种方式 嗯 比如说地牛 为什么会翻身等等之类的 对 他其实是比我们的正史 还要更贴近 呃 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思维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带大家来重新的去看 台湾的这鬼怪故事的美 嗯 对 所以我在跟他聊的过程中 我就会听到很多很多的故事啊 然后我就听到说 哎 原来原来 他他写的作品要被写成 App了 变成游戏了 然后 对 所以我们未来可能 期待可以在台湾看到 要更多更多属于我们的作品 比如说红衣小女孩2 对 他推出了最近好像要变成了漫画了 嗯 对 然后还有 还有好像有一个叫人面鱼嘛 哦 人面鱼 好像最近要开拍了 对 我不太确定我的资讯是不是最正确啊 但是我们期待未来可以看到 就是更多更多这有趣的作品 人面鱼好像之前是什么 玫瑰之夜好像也看过 对 大家都有听过这类的故事 对 就是一个老奶奶吧 把一只鱼捕下来 然后他有 然后 人的脸 对 然后吃她的时候 她就是会给你一些 说一些话 然后最后就被诅咒了 喂 这感觉蛮恐怖的哦 对 但是他跟你讲说 这些在地台湾故事啦 对对对 那不是要吓你啦 大家不要紧张啦 不是不是 他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很美的东西 然后 我们重新去看待他 我们可以找到 呃 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 对 对 我觉得当然 我们时间关系没有办法 把所有的讲者 全部都介绍一轮啦 对 所以还是得要靠大家去 到现场 对 6月16号 礼拜六 对 我们在下午的时间 在台中的软体园区 最后我们一点时间 聊一下林国基老师好不好 大家认为说 哇 他是我们这个时尚的设计师 时尚的领先者 这次找他来 他有没有还蛮 蛮惊讶的 还是说 我要怎么去讲时尚 这些 其实有蛮多老师 我们都很想邀他们来 所以林国基老师 我去年就邀他了 他去年刚好出国 是 对对い 所以我是透过有一家朋友 去找到林国基老师 然后去跟他认识的 所以其实林国基老师 他人很好 嗯 他一开始就很愿意的 去到这个舞台跟大家分享 而且 我觉得对于这些讲者来说啊 他们都是非常愿意把他们的知识传承给 可能是我们下一代啊 或是把流通到网路上 让更多人可以知道的 对那林国基老师 道理哥知道林国基老师 他是学什么的吗 我不知道他学什么呀 他学机械的 他学机械的 所以我在跟他聊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有趣 他说 他说我学机械 但是我为什么来做这件事情 那因为机械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解构 对解构 把一些我们看到的东西 去解构出来 变成零组件等等的 那他说时尚其实有点类似 我们可以先了解我们的身体 先把我们的身体解构 我们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要接受我们自己的身体 来选择适合的穿着 他说华人 华人不擅长跟自己的身体对话 不是很了解自己的身体 那我们做的事情 比较像是在模仿 模仿杂志怎么穿 模仿艺人怎么穿 以前看那个什么 No No Mans No No 杂志 之类的 但是他说 先了解自己的身体 才能够懂得自己如何穿着 懂得自己如何穿着之后 再结合我们的时尚 我们的趋势 才能够穿出自己的品位 对啊 你到底是三七分的身体 还是五五分的身体 还是七三分 对 其实不是说模仿就好看啦 那我跟他已经聊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 所以我不好再讲下去 不然到时候他说 破梗 破梗太多这样 对 但我其实是蛮期待的 因为我光是跟他聊的过程中 我就觉得 哇 哇 老师懂得真多 不管是在穿着面 或是文化面 或是在时尚面 其实我都 非常的有收获 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份收获呢 跟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对 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所以邀请大家 来一起参加2018年 TateX大敦的年会 那我们就在台中软体科技园区 6月16号 礼拜六下午 一点钟开始 是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也非常的easy 就是说 你听一听 你觉得听完了 中间休息一下 这个可能这个议题你没有兴趣 那你也可以出去休息一下 对 再回来 听哪一个谁的议题回来 再回来 我觉得这都很easy 因为我们是在展览 对对对 我们在策展 对 其实大家可以轻松的来听 轻松 就我会 我会把它设定为 大家来 就是为生活充电 为生活充电 那你 你不一定要很硬的说 我来听演讲 我就是要学到很多东西 做很多笔记 其实你来 就充电一下 充电一下 那你可能 可能 听到一个东西 你觉得很有趣 你回去 就会觉得 好像 好像生活又有了充进一样 重新又开始 重新回到职场上面 对呀 突然就觉得 好像不一样了 对 所以是用充电的感觉 邀请大家 大家可以在Facebook上面 来搜寻一下 TEDX大敦 对 就有相关的讯息了 那大家就是 6月16号 礼拜六下午的1点钟 在台中大理的 软利科技园区 去找博勋吧 对 欢迎大家来找我 会场见 好不好 今天也谢谢博勋 来到我们的视频道中 谢谢 谢谢大理哥 耶 by bwd6